10月1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 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 习近平首先同来华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 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 部分外方嘉宾代表合影留念 对国际友人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 表示高度赞赏 习近平指出 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 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洁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 回首来时路 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 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 一大批国际友人 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 众多外国企业机构个人 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 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将始终铭记大家为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合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百年变局之下 全球修期相关 人类命运与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中国愿同各国朋友 加强友好交流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 要以同求共计的精神 凝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建设成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大家庭 二是 要以合作共赢的理念 汇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强大合力 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欢迎更多外国朋友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愿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 推动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 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 汇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 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 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通过真诚沟通 增进了解 加深有益 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建 超越文明冲突 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 是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政府 是人民的政府 中国外交 是人民的外交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 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以有为桥 以心相交 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 团结各国朋友 共同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 中国是现代化的参与者 文明互建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 和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 泰国前国会主席波钦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分别代表外方发言 他们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在推进民间外交 增进各国人民理解和友谊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 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成功摆脱贫困 实现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灯塔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 展现了对全球治理的远见着实和责任担当 为世界各国紧密合作 互利共赢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发展繁荣必将继续造福世界 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 让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外国前政要 王氏成员 国际友好组织负责人 友好人士等约200人出席 蔡奇 韩正 王毅等参加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